歡迎收看 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全球科技的救世主 就是護國神山台積電嗎 昨天的法說會 內容好得不得了 據說在場法人 都不知道怎麼問 因為成績單真的太好了 董事長魏哲嘉喊出 未來五年都沒有問題 一片光明 小股東們也都相信魏哲嘉 激勵台積電昨天的ADR 是一度飆漲了12% 而台積電的現股 今天最多上漲65塊錢 公道1100元 再創下新天價 也恭喜1080T的學長們 正式的退伍了 台積電上演一個人的50 儘管大型股F4今天有稱 但是垃圾牌就是不妙 好多的漲多中小型股 是鼻青臉腫的 設備股碟CPO大震盪 真的要建好就收了嗎 馬上請問特別來賓意見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有名老蕭好 明君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吳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王趙莉 趙莉老師好 明君好同學好 好台積電昨天法說會 內容講得Burr棒的 但是外資為什麼 法說前空單滿滿的 還要轉賣台積電呢 但現在回頭看外資賣飛了神山 如果說你也不想賣飛 甚至還沒有上山的話 怕機票買太貴 明年台積電賺60元 後年賺70元 成長性很強 怎麼樣來上機呢 而鴻海今天 這個發布最新消息 發可轉載 轉換價格是每股300元 買了放長線可以安心嗎 我們請問老蕭老師 台積電真的很狂 可是為什麼今天台積電 能自己強 設備股都沒有更嗨嗎 是因為資本支出 沒有明顯的調升嗎 但衛哲家總裁說 明年會調幅度多少 沒有說 難道設備股因此利多出盡嗎 還是說震出了買點呢 另外一間大股票 相對的硬挺講的是廣達 廣達挺進了300塊錢大關 能夠再佔7月份的高點嗎 剛才說鴻海發了CB 轉換價300元 想像無限是好事嗎 請問展哥 好 台積今天吃得很飽 但中小型股全部都跌倒了 設備股 CPO震盪走低 到底該走了嗎 但是主委我們領先提到 右下角整理完成的是 中國相關的股票 中國今天早上公佈 第三季的GDP露出了曙光了 中概股開始攻了 今天露股盤中由黑翻紅 露股ETF能不能夠拼解套 請問趙麗老師 休息一下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今天在台積電的法說會 給出非常漂亮滿分的成績彈之後 昨天ADR先掌也帶動台北股市 今天大漲的走勢 大盤一度衝高大漲超過500點 尾盤是上漲的433點 收在234871 成交量是4849億元 今天當然是一個人的武林 還接電監最高公道的1100塊錢 再次出現新的大學漲 幾乎貢獻了大盤所有的漲點 但是同一天召開法說會的大力光 老實說講11月份並不是很理想 第四季不好 今天股價一度快打到跌停板 但是後來跌幅也有收斂 大盤這個禮拜靠著神山的畢業 本週漲了585點 週可以拉出連兩紅 但是今天的內容有一點點要小心 我們知道每次都是台積吃飽 中小跌倒 但是今天跌倒的是 有一些跟台積電相關的股票 包含的設備股 高含的CPO 老師我們先看一下大盤的看法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台積電又再次上演一個人的武林 但是其實大型股表現沒有很差 包含了聯發科創下波段的小高 那廣達今天也有表現 怎麼看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資金有沒有產生新的一個流向變化 那首先我們先看 以台北股市為例 先看整個我們講量線價行 先看量 交易量是兼849億 代表第一個量能沒有失控 為什麼 因為台股來到2萬3了 所以這是一個溫和的擴增量 那再來我們看台北股市 今天漲1.88個百分點 檀基電漲4.9個百分點 ADR漲了將近快10個百分點 整體上我們該怎麼針對 未來一週做觀測 好 史維靜之心體 把過去的幾個案例抓出來做比對 那你就很清楚 禮拜一你怎麼看台股 我們看底下 直接看交易量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最大交易量次大交易量 分別把它標示出來 這裡叫1 這裡叫2 這裡叫3 今天叫4 1 2 3 4 OK 把幾個最主要的交易量抓出來 看完交易量要看什麼呢 看交易價格 我們就把這個最大交易量 劃出一條平行線 請問當交易量能放大 有沒有守住這個收盤價之上 有 就代表我不會去 再看2 2它在哪裡 它在這裡 最主要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有沒有守在這個收盤價之上 有 有就是要漲 再看3 3在哪裡 3在這個往上的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 雖然當天是一根黑K棒 可是緊接而來 有沒有守在這個收盤價之上 有 就繼續去對不對 這幫忙要怎麼樣 你也幫幫忙 你不把今天抓出來 然後今天的收盤價在哪裡 要不是告訴你嗎 2 3 4 8 7 就是說禮拜一一點都不能跌 守2 3 4 8 7 往2 4 4 1 6持續做挑戰 萬一守不住 那你不用擔心 最多也是跌到2 3 3 0 4 所以也就是 縱使有短修正 那幅度大致上 只大概在200點左右 好 方向老師抓 因為今天有放量 過去有幾次放量之後 指數如果守住放量低點 就有機會向上 但儘管禮拜一 如果不小心沒有守住 也沒有關係 老師幫大家抓底線 2 3 3 0 4 區間震盪的時候 區間下源反而來找機會 那我們看一下美國股市當中 其實今天台積電 昨天神山的法術也很好 可是並不是說半導體萬里無雲 又有一些利空跑出來了 我們很快就看一下 首先彭博講到 最新的就是說 揮答支持就是說 核能當作減碳的一個穩定來源的 一個主要的力量之一 再來巴龍說道瓊創新高 他講得比較簡單 那麼商業內部就提到 為什麼道瓊可以創新高 因為美股的零售數據 就是Retail的銷售數據 很強很強的 但是通膨沒有往下盪 所以造成整個道瓊有能力 過去這一週以來 每天再創新高 路透就是說 不只是零售數據 包括晶片股 就是昨天的台積電ADR 推升整個道瓊繼續在創新高 好 那我們持續來看一下 對台北股市的連動影響 之前觀察一下最新的領先指標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領先指標恐慌指數的部分 記住恐慌指數往下跌 代表股市要漲 恐慌指數向上漲 你要提防隨時股市會跌 OK 所以我們來看 近期新的月份以來 整個恐慌指數是呈現 持續往下做壓縮 目前來到 最新來到18.75 目前是18.75 好 問題是我們要把它還原 這是上個月的 這是這個月的 這裡有個跳功缺口 這個缺口你要把它還原 因為它是不同月份在做交易 好 到了最後一個交易日 是不是把上個月份 就變成這個月份了 所以它留下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是1.8 所以你該把上個月的 那法人會轉倉過來 這個22.5 現在就是20.7 這個20.15 目前就是18.35 現在最新包價在18.75 就是說它往18.35做靠容 代表國際股市持續樂觀 往上做挺進 那麼有沒有能力大漲 要破18.35 會不會崩跌不會 除非它衝過20.7 好 我看起來這個恐慌指數的走向 對股市來說是正向的 那怎麼樣一看 下個禮拜科技股的行情 跟半導體相關的擴散效應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的法術會內容 我們快速掃描了 基本上就是二度上修全年的採測 那從24到26% 上調到了成長三成 為了這家總裁說 AI需求真實而且很瘋狂 台積電未來五年健康成長 二奈米比三奈米還要搶手 這個關鍵字 可以找到什麼樣新的投資機會呢 另外這也昨天趕快 在法術會之後 陸續的出報告調升目標價 最共是匯豐1535調到1600 那包含花旗跟小摩 也都調到了1500塊錢的價位 其實不只台積電 華碩也在這個盤中創下新高 前三季營收史高 PC市占超車了蘋果 最近推出英特爾超微AI伺服器 可望助攻Q4營收 華碩好當然是帶動於整個AI 受惠整個AI的浪潮 那老師我們就來問一下台積電 今天大家都說到底是該賣呢 還是說繼續報呢 整體上台積電短期 今天是有新聞面的一個衝擊 那衝擊在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美國怎麼想 他都想不出來 怎麼可能華為做得出 什麼像樣的智慧型手機 你知道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說那一定是你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過去有幫 所謂的挖礦機廠商 製造所謂的挖礦機的晶片 那這個部分對台積電來講 在過往是很高毛利的 OK 那目前美國商務部的看法是說 你是不是 華為是否透過相關中國企業的 這些挖礦機廠商 向台積電下單 你台積電提供晶片給華為 不然華為什麼手機 哪有可能做得出來 好 簡單來說是這個 那整體上 這也是為什麼各位可能會懷疑說 為什麼昨天的ADR漲了將近10個百分點 台北股市的2330 今天大概只有不到5個百分 接近5個百分點 我們的看法 我們回歸就是說 這些投資機構 難道不知道這些新聞命名 他們知道 他們怎麼估的 我認為最主要應該是看大模 為什麼是看大模 股價盈餘叫本益比 也就是說 當大模估出1330 我認為是合理的 因為合理應該在1320 為什麼是1320 如果台積電的本益比 是22倍 每個月是60塊 你算出來一定是1320塊 就是明年大家都估60塊 對 所以以明年來看 大模的估值 我覺得是比較合乎大家的看法 你應該抓在1320元 好 這個1320塊 人距離現在還是有價差 那會不會慢慢的達正 我們一步一步做 現在看大盤 老師你說 我們講清楚一點 你講禮拜一一點都不能跌 那就算跌了 也有很強的防守位置 對 各位請看 就是說過去我們講過 第一道叫22039 第二道叫22669對不對 為了併儀大家觀察 我就不畫了 我們看最後這一道 其實這一道理論上 這個壓力不重 因為已經到了 他告訴你 我要過24C6了 OK 這裡是第一次 這是第二次站上23304 所以23304就是接下來 未來一週台股最強的 多方防守點 怎麼算 你把現在往過去看 抓近期的最低點 你說一直留下來 沒有 那就太空 那就是22039 你抓近期的最低點 叫22193 最高點叫24C16 所以他已經告訴你 未來一週台股的多方 主要防守會落在 23304點 大家抓緊緊23304 如果有機會碰到的話 有一些不錯的股票 是可以注意的 那很多投資人還有問題 老師 為什麼昨天ADR漲12% 雖然說後面只有漲9% 我們台積電的現股 卻只有辦法漲5% 他是這個故事 在告訴你什麼 就是告訴我什麼 一直跟你說 你的台積電會繼續去 我的台積電會繼續去 各位 各位請看 台積電的ADR 只要是跑贏 你的2330台積電 他在告訴你一個故事 你的台積電會繼續漲 那什麼情況之下 我台積電會的 當台積電的ADR落後 2330的台積電 各位說一次 不是折價 溢價 那跟那個無關的 就是說你去比對商品 我們講統計比對 統計比對 因為你在統計比對 真實已經發生的情況 真的有事你知道嗎 你看看這個折價溢價 應該多少 用我看不到 我覺得那沒中了 那你就看過去這六個月以來 那你去看什麼 我們把台積電的ADR 跟2330的台積電 放在同一個點 這樣有夠公平嗎 好 你就一直看 把它看到今天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 也沒看出一朵花來 那你沒有用錢看 你要認真看 你說我怎麼看 你就加入Lite 8 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都會放在上面 提供你做觀察比對 也就是說上面這一條叫台積電ADR 底下這個叫2330台積電 只要你看到ADR在行進過程 它永遠是領先2330的台積電 代表你的台積電 它就是會去 市場再怎麼嚇你 再怎麼恐嚇你 你根本不為所動 因為你知道你的台積電會漲 你說永遠漲嗎 不對 我們看右側 來 今年的7到8月 台積電有落不 台積電絕對落 為什麼 台積電是不是1080開始往下 達到將近快800對不對 從7月11號開始點 怎麼跌的 好 來 你看著它 你說當台積電的ADR 落後2330台積電 台積電不就從1080就下來了嗎 對 所以這個故事在告訴你 你看到的任何新聞面 可能會影響你的心情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要看真實的 真實的它告訴你 只要ADR跑贏2330 你的股票就是會去 好 我們觀察 持續觀察一下 這ADR跟台積電相關的走勢 如果說ADR續想的話 我們手中的台積電 多方的格局都沒有做改變 老師 今天有還有一個現象是 大型股都不差 台積電很好 紅海間也是由黑翻紅 廣達更是持續維持在 300塊錢的這個價位 甚至跳空缺口都沒有破 老師怎麼看 從今天之後 是不是大家可能眼光 要放多一點 在大型的支優股上面 我覺得這些重量級的全支股 它代表多方的一個信心 就是說你去做交叉比對 你說怎麼比對 各位請看 今天是不是10月10月好 你有什麼一直叫你要加入 因為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當我們把這些真實的數據提供給你 那你自己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知道嗎 要不然不是個辦法 我的看法就是說 好 各位請看 這是台灣證券交易所所公佈的 公佈的經濟數據 公佈什麼 公佈加權指數 你說加權指數現在達到1000加 1000共22點 目前的股價淨值比大概是2.5倍 有重要嗎 不說很重要 整個台股目前的殖利率 大概也是2.5個百分點 2.56 OK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是本益比倍數 本益比倍數 他用所謂的每一個月 每一天的收盤價 除以當月的總交易天數 得出來的加權平均指數 再去算他的本益比 他說以交易所所提到的說 如果加權指數 8型量加權指數在22,449點 這個叫做本益比 幾倍24倍 現在幾點 現在是2.3千點 所以你就揚都不用揚 台北高級現在本益比幾倍 絕對是去14倍以上 對不對 當你知道台股在24倍 那你就看台積電 絕對大概落在19倍左右 18、19 鴻海14倍本益比 那華碩16 也就是說這些重量級的個股 有沒有被高估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本益比 還遠低於加權指數 好 所以包含這個大型股 台積 鴻海 華碩 本益比還落後加權指數 其實看起來後面 還是具有上漲的動能跟空間 那老師我們就看台積電了 但不可能說它好 大家都知道 可是沒有辦法一路的這樣 像沖天泡 向上衝 總是要修正乖離 修正乖離 如果沒有上機 沒有買到機票的人 要怎麼樣聰明的上機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永遠去尋求 過往這段期間 表現特別亮眼的標的鼓 然後我們要去了解到 這些表現特別強的 它有什麼共通性 對不對 那麼利用這個模型 你去找出未來有能力 展開新一波大漲的標的鼓 比方說我們談到輝達 談到AI AI當然最主要就是 從台積電的AI晶片開始 OK 台積電是主要輝達的AI晶片 包括蘋果的製造商 好 問題是 它股票到底會去不去 那我們就去統計 因為我們一直認定 整個市場去看 所有的買賣成本的分佈 以台積電為例 它是不是跟你說 主要全部買賣在這裡 絕對是這裡 就是說你說你買在八百 我告訴你那個幾乎沒有幾個人 買在這裡 沒有 沒有 真正買的都是900以上的 所以主要的買賣 我不管你是買還是賣台積電 你會落在這裡 可是當台積電的股價 過去這一週 是不是站上集結區的上輿 它告訴你 我就是要去 看完台積電應該沒時間 華碩 鴻海 各位你可以加入LINE AT 最後跟各位分享 接下來新的標的 這檔CPO 站上大集結的 我們預計整個大收斂過後 它持續有能力上揚 那麼歡迎各位加入我個人的 一個LINE AT 你加入之後 我們在這個直播裡面 會跟各位分享 這個是低價位的 這個月我們認為 有重量級集團 董監改選 目前股價站上集結區 本益比只有六倍 是值得做觀察的 好 本益比好低 股價站上集結區 還有這個董監改選的題材 這都是股價上上漲的催化劑 如果說今天我們時間有限 來不及跟老蕭老師討論的話 您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跟老師來請教 老師的資料內容 都會放在這個聯絡方式裡面 同學們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老蕭老師有空會跟大家做互通跟分享 下禮拜怎麼樣看台北行情 都可以跟老師來提問 關了一下 台積電真的很狂 那今天上演一個人的武林 但是為什麼設備股 開高走低還大跌呢 沒有跟著嗨 難道是利多出境 還是正出新的買點 我們請問展哥 休息一下鎖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真的是全村的希望 地球村的這個救星就是台積電了 台積電昨天的法說會洞見觀瞻 ADR昨天晚上收盤噴了9.7% 市值一天增了968億美元 本尊大漲超過5% 再創1100元的新天價 為什麼那麼狂呢 因為第三季EPS達到12.54元 那AI伺服器占比年增了兩倍 我這家總裁說 2奈米需求更剩3奈米 做夢都沒有想到 明年2奈米量產 傳單片價格3萬美元 那目前的3奈米製程 在Q3佔比 非常明顯的從15% 拉高到了20% 主要是因為手機的應用 手機的推動 帶動了3奈米製程 在佔比往上來提升 好 威哲家總市場認證AI需求 那輝達昨天盤中還創高 但是昨天 半導體包含了輝達 包含費班 是有一點點開高走低 也讓今天台積電 漲勢沒有辦法擴大 是這個原因嗎 Core Wars產能是去年兩倍 預估會再翻倍 法人說今年資本支出是略高 大概是300億元左右 它其實Core Wars講法差不多 並沒有提新的技術 那漲多的設備股 短線可能會受到壓抑 資金回到AI的大股 開高走低間有萬潤至勝 紅素跟星雲 那展哥當然我們昨天期節目當中 第一時間就有解讀 台積電的內容 但今天大家都想問 傻眼為什麼台積電這麼狂 設備股跌得東倒西歪 OK 我們先從重點台積電 先停大家可以加Line 因為昨天 不是說昨天 就是每一次台積電法說完 我就當天就趕快解讀 對 沒錯 所以都很緊張對不對 對 但是昨天看起來 其實第一個毛利率嚇一跳 57.8毛 其實說的話 是從54多來的 然後再來營業率的部分 其實就這個差額 那時候好像是差還減小 意思是說它的費用還減小 所以包含昨天那個位董事長 在講什麼 他說AI的運用 可以讓我減少1% 我就多10億 所以營業率看起來是提高了 這個部分我覺得有趣 然後再來是三奈米的增加 但是實際上 當然三奈米增加是誰受害 不是說受害 誰屈服 就是蘋果屈服 以前蘋果都不屈服 但是不屈服沒關係 等回答變三奈米的時候 那我產能給回答我不給你 對 所以你看有時候滿有趣的 對 結果從去年 捍衛台積價值 然後捐審在隔空喊話說 對啊 要漲價 結果這一次法說會 是 那個魏董又說 你看我重要客戶說 現在的需求很 他們兩個到底是怎樣 一打一唱 真的是 都是來這一套 但是昨天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我們把它的那個 營收來細拆的話 我們會發覺 其實成熟製程 真的也是積極高 所以那個 昨天我下的標題叫什麼 AI很好 其他也復甦 這也是魏董講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 後面有沒有機會再有行情 這個如果我們大膽的假設 我們昨天說1080會守住 對啊 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盤中好了 好 如果1080真的守住的話 好 1080真的守住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 台積電會不會是 推動行情的最後一根稻草 意思就是說 也許再也沒有低點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不見得沒有 因為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選舉 川普交易似乎 告訴我們好像川普會贏 但是過去我們講什麼 川普是不定因素 如果是民主黨 可能市場會比較穩定 但是如果現在市場的交易 都是氛圍都是看起來 好像川普會贏的話 那真的假設賀錦麗贏 那不會更壞 大家都懂我的邏輯嗎 就是我們覺得川普是變數 但是現在看起來川普會贏 川普會贏 航情也起來了 那如果真的是賀錦麗的話 航情會更好 對 展哥的論調是這樣 對 就會更穩定 更穩定 不能說更好 OK 所以今天我們看一下江波圖 好 看江波走勢圖 台積電 當然我們是這邊買 我們都跟他講很久了 所以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明天可不可以再買 就昨天晚上問我 明天可不可以再買 我說我們買的時候你有跟嗎 他說有 跟一段就跑了 好 那我說那就看1080 其實客觀講就是這樣 好 那當然今天先恭喜 1080的學長退伍了 對啊 退伍了 但如果賣掉了 會不會又買不回來了 好 也擔心 好 我們看一下江波走勢圖 好 所以昨天我們就講說 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1080守住我就續爆 結果這間跌破 明天馬上賴說 破了 地板破了 地板破了 害我也抖了一下 想說不是 是幻覺 我們看尾盤 結果尾盤還好上來 1085 1085 對 所以這地方原則上我們還是會續爆 再來我們昨天是不是講 前幾天是不是講說 廣達的缺口 對啊 我們是說行情沒完 是 如果回過頭來看台積電 今天其實也是跳空缺口 對 如果我們是手前高 1080的話其實很近 事實上這個缺口如果沒有回補 基本上也都是偏強 再來今天的狀況 下午看外資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你看外資前面兩天是賣 都是賣 都是賣 對不對 結果昨天一結束 就是賣飛 對啊 我們自己算一算 我說以它的成長性的預估 今年應該差不多45塊 結果一早起來 外資全部調 每個人都是最低 最低55 早上第一片我看到花旗是說 都估60 然後野村航估58 所以其實今年是怎麼樣 是從年初的估38塊 到42塊 那現在變45塊 那等於是全線上調 就是一路以來上調 而且明年後年都上調 對 所以其實過往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在講 科技股的增數 揮達可能明年開始趨緩 那世界上還有誰的增數是增加的 就是它對不對 所以這麼大的公司還可以增長38 我們也是頭有點痛 但是OK 來 我們回過頭來 當然他說 衛總長說五年都很好 那五年都很好 那當然你說回過頭來 往下游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還是有 特別是這裡我們說缺口完 然後今天又在跳空 所以這個我們補充一下 也不真的叫補充 我們叫複習一下 第一個突破缺口 就重要價格趨勢出現的時候 第一個突破生理區間 這叫突破缺口 這個新的趨勢開始 而且有帶量 然後今天再一個跳空缺口 如果這個缺口不回補的話 這叫逃逸缺口 那就代表什麼 趨勢出現 應該說趨勢持續 所以這邊如果這個缺口沒有回補 那我們當然就是大膽的預測 它應該要創高 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K線 2382廣達的K線 幫我還原一下 7月份的高點是345元 那我們還原一下廣達的 OK 來 稍微縮小 好 縮小 來 我們對這一個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對過來其實已經差不多 今天補掉了 真的 所以這裡如果後面 能站回到缺口的話 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就肯定不是高點 再來回過頭來講這個鴻海 鴻海我們也看這個大圖好了 2317 來給我記憲 2317我們下面畫一條記憲 需要還原嗎 不要 還原好了 OK 來這個地方 我們是說這一天我們訪問 9月10號對不對 我們說人氣我取 對 到這裡 其實這邊上來 實際上到這邊是季線 季線這邊我調節 我們也跟他講 對 因為他下文 對 但是實際上 有沒有機會買回其實是有 但是我的考量是什麼 因為我有台積電的 對 不想要買那麼多全資股 沒錯 留一點子彈打 小資的 對 沒錯 所以這邊上來 那我們回過頭來這裡看 好 這裡我調節還是有一半 然後這邊下來幾天 這一根紅K 是不是又佔回季線 是 而且又佔回這個重要價位 原本畫191的位置 其實真的要買 其實這裡可以買 然後我就想說 有台積電嘛 那真的不要買 但是後來今天算一算 其實他這一段漲了10% 台積電也是10% 所以其實差不多 真的留著的話也多10% 對 但是OK 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 因為 就頭部 就底部 其實一樣 都是抵大於頭 再創高的機會都還是很高 好 因為很多人也是抱有鴻海的 對 而且鴻海今天發ECB 對 定價居然是300 300元 我剛剛什麼意思 對 我也看不懂 因為如果是300的話 那我就買股票就好了 對啊 它會不會明天漲停… 就300了 不可能 應該不會 對 還是看錯數字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 跟大家分享 來 再來 其實我們一直講說 我們還是要分散 對 投資族群 那這個地方 前兩天我們是不是講 來 我們看一下 3450 3450 聯軍 對 來講一下 其實我們說他今天很 有啦 後來尾盤跌幅擴大 對 日線圖…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這樣 這可以嗎 懷孕日線 好 OK 這邊我們是說這一根漲停 來看一下這個價位 我記得228是不是 對 228 對 所以這邊跌破完 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就告訴你說行情沒完 隔天再拉 對 所以這裡測一下再拉 那今天上去這裡又跌下來 今天收多少 232 232 坦白講228也沒跌破 所以有沒有機會 跌破228的話 我覺得當然就要調整了 對 如果沒有破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見得沒有機會 所以今天是第一時間 台積電大家晚上就鋪了個空 早上我一定得回補 所以我一定先去買台積電 那我當然砍其他股票 這是必然的 所以過去也常見到這種狀況 結果台積電 突然吸引資金之後 其他中小型就GG 對 但是當台積電穩定下來 其實很有可能資金又會回流 OK 但是我們一樣 分散族群 像志強 這一天是大漲 對不對 然後我們昨天說我們高檔調節 對不對 但你看今天這樣下來 又收上影線 下影線 然後剛好收在平盤 航情有完嗎 看起來也還沒 可能也沒完 是不是跟剛剛聯軍非常像 對 所以這裡有沒有機會再上去 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注意 但是當然我們調節完 你說急著這麼快買嗎 我倒是沒有 好 但是你看 同樣道理 那天我們在 應該是在股民開場講 對 我們是說那個斜業的 是 包含來1KY 這裡也滿值得注意的 這是一個重要價位 這邊做頭完這裡 忽然來一根 下影線 長下影線 對 先跌破再上來 但這裡剛好又測到際線 結果你看這裡測完之後 整理整理啪啪啪啪 肩創高 所以還是非常強 重點為什麼我們不離不棄 其實你看 其實說真的 籌碼都沒有閃人 這是一個點 那當然像這種格局 特別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因為像這種狀況 是不是叫做破底翻 而且叫做什麼 破底然後穿頭 來我們舉個例子 來8464 8464 這一個我們是不是從這邊 我們說這個跳空缺口完 這個缺口沒回補就是多頭 所以我們是在這邊買完之後 繼續等 那這裡有一個整理區 對不對 這裡整理過來 如果你看這個整理區的話 這一個區塊的話 這一天是不是一根破底 對 當天就長下影線 那有沒有機會破底翻 所以這一段過程 前面的行情其實相對震盪 震盪的過程洗洗洗洗洗很正常 但是你接下來旋鼓要注意什麼 如果在震盪的過程 你發覺這種破底的狀況 其實搞不好 真的站回重要價位 應該有機會是買點 有機會是買點 所以你接下來旋鼓 可以往這種角度去思考 然後再來 那天紅 我覺得還是維持強勢 所以這個 這要怎麼解釋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是真的 就是一路在選新的 如果你現在還在做什麼 自勝的話 你現在頭就比較痛 但是OK 如果跟我們做天紅的話 其實提醒大家 340 大概341左右 跟324 我覺得這個重要位置 如果沒有跌破的話 基本上還是一個突破後的整理 這個問題還是不大 然後再來像細微 細微一樣 我們昨天說是隱藏的 機器人概念 現在大家都流行什麼隱藏版 對不對 但是這個你看重要價位 大概546 546這邊守住的話 也是一個突破後的整理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這個都可以續爆 這兩個還是可以續爆 特別是今天台經的 新雲資金的時候 他們都還穩 對啊 但是有人就倒霉了 對 誰倒霉呢 像這一種 紅塑 當然紅塑 當然失智神的部分 紅塑星雲 那時候我們在推薦的時候 我們都說星雲 一般來講 因為紅塑原本勢散大 星雲打進去會瓜分 所以紅塑整體來看的話 這裡是季線 這裡確實是跌破了 對 跌破了 所以這裡就要稍微注意一點 好 然後本益比六 七倍確實也高 如果成長性的話你看真的 星雲的成長性就是比較高 所以它正在蠶食那個 紅塑的那個Market share 那你說相對比較起來 如果你喜歡這一組的話 那其實你看它是不是過高 過高後的整理 所以前面高點拉過來 如果這整理區沒有破 那我覺得這個位階其實 真的想要承接的話 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選擇 你喜歡玩舊股票的話 那另外G to C的部分 其實當然我們是前面做過這一段 對 跌生 後面我們實在就 不想要再做了嘛 對不對 你說實際上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過去的營收成長 確實是滿高的 至少稍微更前面一點 但近期看起來是 成長性有下降 所以這裡你說要不要注意 我覺得 對 因為光君豪公布的營收出 就發現了啦 就沒有辦法再突破了 對 所以這邊你說整理 有沒有很弱其實還好啦 但是如果季線破的話 也許就要小心 好 因為畢竟這種是比較舊型態的 OK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看一下入股好了 好 入股喔 所以我們說那個 我們是賭賭錢嘛 他們是要賭命 賭命 你看 今天就來了 是不是 來看一下K線 好 我們看一下 上陣子數的K線圖 你這邊 如果這是一個缺口 這個大缺口 這邊如果守住 這邊真的是一個平台的話 其實當然啦 有些人的說法是說 你可以等回來 來一點往下去這個設定順 對 但如果等不到 其實我覺得可以兩個階段 但實際上我們 之前 因為我是買比較沒有槓桿的 對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講 我們提醒大家 其實我是建議 如果是震盪的話 其實你不見得要買槓桿型的 你可以買真的是持股的 那這種我覺得 有股票本來就比較安全 對 所以真的要買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子做 給大家參考 好 就是說如果入股ETF 想要介入的話 不需要再去找這個 當時震惡槓桿比較大的標的 去操作 你可以找一倍的對不對 也是可以搭上很多路股 這一波整理之後 再回宮的一個動能 那提醒同學們 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你都可以跟展哥來聯絡 怎麼找到展哥 那怎麼搜尋 畫面上面的資料 你都可以透過畫面上 聯繫方式 或是輸入這個ID 就可以找到展哥的內容 相關有問題 展哥都非常有時間 跟樂意跟大家來做互動 還要解答你的疑問了 我要聊一下 剛才展哥稍微點到 大陸今天這陸股反彈 就是因為他們在早上公佈了 第三季的GDP 露出了復蘇的曙光了 中概股真的有機會開始攻了嗎 今天看到中概的電子股 已經有人在動了 陸股ETF 如果是套在上面的人 什麼時候能夠拼解套 怎麼樣分批拼解套 我們請問趙莉老師的看法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除了台積電 昨天的法術會給大家 非常亮麗的成績單 股價大漲之外 有一檔個股在盤中 也傳出了一個蠻大的訊息 那就是鴻海 不是郭董的生日 而是說鴻海營運重鎮鄭州 現在產能衝刺 砸6.8億元 取得8600平土地的使用權 現在是不是真的要來籌資 因為鴻海打算發行海外可轉載 總額7億美元 轉換價每股是300元台幣 溢價大約43% 現在墨西哥也要建造 鴻海最大的GB200工廠 鴻海11月中法術會會講內容 小蘑菇第四季營收會 激增15到20% 維持優於大盤目標價是250元 今天剛好是郭董74歲的生日 祝他生日快樂 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兩天提到的路股 路股從激情過後恢復冷靜 有沒有開始慢慢的去槓桿結束了 中國人行行長說 9月27號降準0.5個百分點 年底看市場流動性 折擊下調純準率0.25到0.5個百分點 繼續的放錢 那今天早上公布的GDP 年增4.6% 優於市場預期的4.5% 前三季增長4.8% 只會越來越好嗎 不然為什麼今天路股會拉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趙藝老師 這個台積電我們等一下也會講 但是鴻海部分 這個轉換價每股300元台幣的定價 到底鴻海在想什麼 對於現股鴻海的股價的影響 又要怎麼樣來做觀察 對 沒錯 我想你看到這個 你一定有一點嗨 不懂的人基本上一定 300塊 對… 意價43% 我跟大家幫忙 當我跟你講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根本不用嗨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第一次發 你記不記得上一次發的時候 我們看線型好了 我跟大家講 2021年7月30號 我們把那時候 你把它縮小 用週限好了 2021年7月30號 它一樣發一樣的金額 7億美元 它也是可轉戰 我們把它打出來 2021年7月30號 對 大概這 發完7月30號 附近發的 就7月底 發完之後你覺得 股價有怎樣 沒有怎樣 好不好 真的沒有這樣 那時候意價多少 我跟大家報告 你去查一下 那時候意價47% 大概47% 這次意價多少 43% 其實它就是意價 就40幾% 然後發完 所以它這個幹嘛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因為它上次也是發5年 2021 7月30 所以到什麼時候到期 基本上 當然現在已經 超過它的一個轉換價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看到這個東西 當我跟你講完之後 你不會嗨 它的長與不長 不會因為這個關係 等線沒辦法嗨起來 這個沒什麼機率 你就看 你搜尋一下 你自己去查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沒什麼大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來講台積電的部分 跟入股的部分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昨天我也跟大家講 設備股記得要賣 對 你再不賣 我跟你講真的要賣 會出大事 會出事情 台積電資本支出沒有增加 等等的 我覺得那個只是 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資本支出沒增加 當然很多還是會看好設備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股價漲了那麼多 本益比那麼高之後 其實說真的 台積電資本支出不增加 對不對 第一個來講就不是利多 肯定是利空 因為股價已經反映了 第二個 你要看這些龍頭的指標 我一直跟大家講 艾斯摩爾好了 今天反彈 你看跌到快年初的低點了 你知道嗎 反彈 為什麼會反彈 我跟你講那是還好 台積電救了這些設備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再加上因為跌升了 假如台積電 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未來台積電真的不大 我跟你講這種設備股不太會長 大家了解 你看艾斯摩爾 你像應用材料 你知道應用材料 跟柯磊的本益比幾倍嗎 大概20倍 對 也多這麼多 你知道嗎 ASM算比較高一點 大概35倍 台灣的這些設備 說真的 不要說30倍 50倍 70倍 80倍的一缸子 然後大家都跟你講 口號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 台灣這類的設備 有多少是做PCB的 你知道嗎 有多少是做面板 等等這些設備嗎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紅塑 這個籌碼算相對安定的 沒有資券的 你看一下 也是跌很多 對不對 今天又大跌了 我跟大家講過 之前這一波的上漲的時候 季線基本上都是支撐 這一次你看 季線拔一下給你失守 你要知道的意思嗎 對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老師就是拿這些其他的 對 美國的設備股 都告訴大家 都已經破季線了 台股高檔的設備股 我跟你講 真的要賣好 下一眼我們看一下 直接取利息當股票 讓大家看 紅塑我們就不要講了 那金鼎好了 我講一下金鼎 三四一單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艾斯莫爾曉 未來的前景堪憂 就是它的 沒有大家預期來的好 應用材料會好嗎 不會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ASM是龍頭 那好 那為什麼講到金鼎 金鼎因為它的 它是應用材料的概念股 是 好 你看一下頭信 好 下面看一下頭信 所以你說這個 氣線會不會失守 你繼續看下去 我跟大家報告 岌岌可危 真的 對 好 另外一張 我們50塊跟大家講 8058 大家記得 會大漲 來 我跟你講 這種其實說真的 跟Covers沒什麼關係 金北公電等等 那時候我們看 都沒關聯 對 其實講 因為它是大股東 均衡 均衡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講的時候 真的在這邊 起漲點 對 漲了一大段 漲了兩倍多 現在你再去買 我跟大家報告 你去看它 有些的營收獲利數字 你要看一下 你看一下 去年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 EBS已經衰退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美股進行 那你漲到這邊的時候 你不覺得 我跟大家報告 這種股票其實說 我個人覺得 這種都會失守季線 因為你國際大廠都已經 不只失守季線 季線都下完了 我跟你講 Covers這一塊 其實很多的股票 真的你要避開 不要因為台積電 好像很好 台積電當然很好 對 可是真的要避開 CPU其實也相同的概念 好 對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這樣 光線算EBS成長性非常大的 你看一下光線 6442的光線 好 對不對 股價算還OK 我覺得這個算 對 因為頭性看起來 是沒有賣掉 對 還好 可是你看一下 你比如上全 上全目前是警示當中 對 然後重點是 這個是上半年 畫夢當然OK 可是重點是 當人性慢慢退潮的時候 好 滑星光 就昨天公布字節 不理想 然後大家有時候會講 波羅威 你知道嗎 波羅威今年上半年EBS成長 九層以外都是 九層以上都是業外 你說這個萬一再失手 你覺得會像這樣子 再拉起來嗎 我跟大家報告 機會真的很秒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我還是建議大家 真的要避開 或者說不要亂接招 不要亂接招 太威脅 對 等之後真的回檔一大動 好 其他的大型的部分等等的 我覺得 你加我們的light 對不對 我們要寫一些 相對上來講 比較好的 那當然 紅海 廣達穩了 那散熱 甚至圍影 以及技嘉呢 對 其實我覺得這些 基本上來講都OK 真的 相對上來講 代工的你要買大者很大 比如說你可以去買廣達 紅海 圍影等等這一些 可是你不要買什麼 你不要去買音業的 你不要去買神塔 因為代工廠肯定是 大者很大 贏者這幾家 就是吃掉很多單 其他小廠 你資金規模不夠大 其實說真的 不容易顯現出來 好 那提醒大家 這個AI概念股的 琢磨跟題材 還有這個法人最先的評估 趙玉老師都有提供給同學們做參考 怎麼樣跟趙玉老師來聯絡 或是索取資料 您都可以透過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繫方式 跟老師來詢問 那老師有空可以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解答問題 資料也會放在上面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老師我們來聊一聊 其實這個蘋果的 昨天大力光的法說會 內容講得比較保守 但今天平概股的大力光 早盤版一度快要打跌停 可是問題是 也是滿強勢的拉出了下影線 今天是有放量的 這個跳空下跌怎麼做觀察 如果說大力光不好 再來說平概股要倒一片 也並沒有 不會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力光這種股票 你就把它視為是價值型的股票 它已經不是成長型 所以價值型是這樣 就是高出低進 反正它的過往 就是反正九月份大概星期發表 前後就是見高點 那之後就慢慢回檔 有可能就隔年的三四一月 會見或四五月見低點 那你就買 我覺得大概這種股票 就是相形的操作 對 那台下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OK的 我跟大家報告 不管是例子 WOSB等等 其實感測等等這些 我覺得股價 因為九月份已經說 已經衝了兩年多新高 我覺得未來股價 非常的有機會 好 目前是早右下角股票 因為畢竟台北股市要往創高之路賣進 老師比較喜歡找 營收創高股價還沒有發動的個股 來做觀察 那我們昨天講到最新消息 大陸第三季的GDP年增4.5% 結果公布出來是比專家講的還要好 年增了4.6% 那為什麼大陸今天 股市有辦法做一個明顯的反攻呢 未來的新的計劃老師怎麼看 政策牛肉一盤一盤端出來 只會對於入股會有更大的動能嗎 對 沒錯 我想入股的部分 當然其實多空看法分期 那我直接講我的既然就是 股市來講入股肯定越來越好 輕波的高點我覺得 那個也不用太長的時間就會過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這一波的拉回修正正是正常 當指數漲了4成以上的時候 它拉回那個0.5 比如50% 就0.5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你去看港股大概就是這樣 漲了6000出頭點 回檔大概3000出頭點 0.5今天轉強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未來的東西 很多人都說大家都會不會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其實說假如你在相對低檔 一檔比如說這個好了 你之前買在這邊的人 你漲上來之後 我雖然沒有賣掉這邊好 不管 我現在還在這邊 我問你 你有沒有賺錢 有嘛 你有賺錢你會不會消費 會嘛 所以你的GDP等等 財富效果真的會出來 那再加上什麼 政策 他今天又跟你講什麼 我搞不好 來 當然GDP 我跟大家報告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有低延性 這個都沒錯 可是明年我跟大家報告 肯定比今年好 對 說真的 GDP 假如你在預估明年 比今年不好 那我覺得 那種人也怪怪的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長官的那個衣服 可能都沒 對 第二個來講 你看一下 他跟你講說 到年底 有可能又要降準了 又要一碼到兩碼 你知道嗎 反正你滾 我就繼續放 你說會怎樣 當然 錢就會溢出來 你看今天有一個 很吊詭的事情 準備有可能到年底 現在十月份 到年底是什麼時候 大概剩兩個多月 對 十一月之後 假如這種再降一到兩碼 我問大家 人民幣今天對美元會這樣 肯定大扁 你去看一下現在的人民幣 他之前扁了幾天的時候 現在的人民幣 對 看不出來沒關係 對 沒關係 你自己看一下 我問他好不好 今天人民幣升值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不吊詭嗎 所以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好 我大概講 那資金的部分 我跟大家講過 上個禮拜 全球的ETF 前十大裡面 資金流入前十大 有六個是入股的ETF 你知道嗎 資金有沒有進去 其實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想 也搭入股市 當然我們 就是平衡布局 電子 中蓋 我覺得你都要布局 布局好的就對了 好 電子部分 這老AI老師認為 反而是可以逢低來做承接 也看到慢慢的 展現抗疊的力道之外 入股的ETF 已經吸引了國際資金流入 也整理得差不多回檔0.5了 怎麼樣來找現在 這個切入點的機會 都可以跟老師來請問 如果老師有空的話 可以在這個裡面 跟大家做互動 還要分享解答同學們的問題 囉